孙颖莎身上的松弛感到底有多强 和李爷爷一起在酒店研究打外戏 莎莎直接脱了鞋子在床上盖着被子 一句睡觉了呀 以为她要直接躺下去了 出门前还要再照照镜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莎莎的房间呢 魅宝的性格真是在哪都大大方方的 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 李笋一直扒了莎莎让拿奖杯 然后就看到了个皱皱巴巴的小豆包 莎莎在大场合里也一样对着领导凶巴巴 旁边的小胖看起来很听话实际上也听话 魅宝是看起来听话实际上只听自己的话 在赛后发言领导主动给握手 结果莎莎还是太松弛了 之后莎莎比叶和握手转换的非常丝滑流畅 完全没有那种肝大感 果然杀局做事有自己的节奏 领导加菜我转桌领导讲话我打磕 国平领水军训时的动员大会刘主席在台上讲话 其他人虽然困意十足但也都强撑着 只有莎莎已经闭上眼进入了梦乡 而且她甚至还能做到领导摔倒五大小 杭州亚运会女团夺冠 马林展示国气时太激动被绊倒 旁边的莎莎笑得前仰后翻何不拢嘴 林林后主打一个松弛赶拉马 在孙颖莎身上聚像话了 当莎莎在拿下比赛下场 秋爹在后面向街娃放学拎着各种包 而走在前面魅宝在几亿人的目光下 边把香蕉往嘴里塞边挥手 莎莎果真不论是场上和场下 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 跟李爷爷做一起是看见对方的大动乱 莎莎当爷爷面就扭头对着曼玉曲曲 甚至大胆到直接上手摸摸 就算是Coco在李子面前都不做不到这种松弛 怪不得都说莎莎是国平队团处 不仅面对领导松弛感满分 在赛场上她也依旧能随时随地走个神 教练 结醒一醒这可是国际比赛 看来只有心脏足够强大 身上才能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松弛感 不得不说莎莎真的是两个极端 场上霸气杀局场下松弛可爱的小豆包 怎么能不让人喜欢吗 本集三个月